白色的劳斯萊斯车门门把看来袖石表面坑坑巴巴 而内装白色的皮液绕就毁损 只剩下仪表板堪称完整 这辆民国77年买的劳斯萊斯现在变成了废铁 车主怒向保管车子的工厂索取赔偿 法官判申诉 车主无奈比划车子现在的惨况 比照其他同款的劳斯萊斯 气派外观豪华座椅 其他车商估计 这款6000多cc的劳斯萊斯 当年的新车价1000多万 而这位车主民国77年买车 101年的时候交给了认识的工厂 有人来处理 但是双方为了修缮费用起增值 经过了官司 劳斯萊斯7年后终于回到了车主手上 但是板筋锈石变形内装损坏 让车主气炸求偿 当时车主认为 二手的劳斯萊斯行情 厂方应该要赔40多万元 但是对方自认并没有保管的责任拒绝要求 法官根据了市场调查买卖价格 判定这款劳斯萊斯 应该还有20多万元的行情 但是当废铁只剩下2万多元 扣除了相关费用 要求厂方保管不当 要赔34万元 专业的车厂人员提醒 高雄的天气潮湿 车辆保养方面得天天擦拭 名车二手价虽然因人而异 但是变成了废铁 价值一定不满意 提醒车主要多注意 三连新闻 胡适音张哲楼朱宇荣 高雄报道